为了响应欧洲古迹日 文化部定每年9月的第三个礼拜六 礼拜天为全国古迹日 淡水古迹博物馆 今年配合新北市政府 推出了古迹日系列活动 9月1日起展开系列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玩套古迹穿梭古今 看下发射箭 逼真体验发射炮弹 感受集中目标心情 游客还能和新兵鹅炮台合影留念 淡水古迹博物馆 推出一系列主题活动 要欢庆全国古迹日 那我们博物馆的话 从9月1号开始的话 也分别办了很多一些 教育推广的一些活动 那分别是像淡水古迹闯关游戏的活动 然后还有AR的体验活动 然后还有就是维旅行 青霸战争的前线巡礼的导览活动 那这些活动的话呢 详情的话都是观众的话 可以在官网上面查到详细的一些资讯 AR互动不只在户尾炮台设置 海关码头也有 另外闯关游戏 博物馆会在四个古迹 设下关卡 有关主出题 考验民众认不认识淡水文化资产 那我们分别是在红毛城 小白宫 海关码头 还有护尾炮台 这边来举办 那我们会有那个关主的话 扮演不同的那个历史上的一些角 不同的那个历史的人物角色的话 来跟民众来玩互动的游戏 那只要闯关超过三个以上的话 我们就会赠送小礼物 然后还可以这个参加抽奖 微旅行活动博物馆则会邀请淡水文史工作者 带游客经历一场淡水历史上最光荣的胜仗 我们的微旅行的活动的话呢 它这个是需要事先报名 那主要参观的路线的话是 清发战争过去古战场的一些那个路线 那分别的话会经过护尾炮台 海关码头 然后还有沙伦 还有洛家古厕这些地方 可以让观众的话 聆听过去的淡水这一场那个清发战争的这个历史的故事 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古迹 在九月第三个周末 全国古迹日当天 博馆所有馆设还能免费参观 教会民众一起来认识淡水丰富的文化资产 记者神舟离去淡水藏不得